今天我和幾個兄弟來到台中第二市場吃飯 一種進市場 我馬上被五隻撲鼻而來的香味吸引 我們沾大點了乳肉飯、鹵蛋、五豆腐和烤肉飯 乳肉飯香味十足 肥肉在飯與瘦肉之間穿梭 讓整個的乳肉飯變得順口 同時也帶來幾份油香 非常好吃 烤肉飯的烤肉脂肪部分較多 烤肉乳得非常嫩 但卻不失肉本身的口感之味道 也非常好吃 乳豆腐本身也非常嫩 乳汁的香味殘留在豆腐的表面 當你放入口中時會先感受到乳汁的香氣 在口中流竄 在經過幾次咀嚼後 豆腐本身的味道會慢慢顯現出來 最後與乳汁的味道融合 也非常好吃